全民各安委 罷免贊立委 罷免玉森 痛快玉森 罷免玉森 我們今天說要罷免玉森 其實也不見得是因為他的使得 其實最重要的還是他在公共議題方面的 諸多的發言和表現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當我們談到罷免案子的時候 吳玉森 地方委員 竟然要在庫會裡面通過一條提包罷免 門檻的案子 就是說要把身分證一定本 跟簽名這樣的條件 然後趕緊到這個罷免的連鎖裡面去 大家都知道 就算是沒有這兩個條件 其實罷免的收集有一定程度的困難 所以吳玉森他們做的就是要把困難更加比重 像這樣子是顧到政治 沒有顧到這個制度面的 這樣子的一個所謂立法委員 他完全是不滿意 他完全是不自主義 他把人民擺在裡面 從明天開始 臺灣一個真正比較大規模的 選舉單一選舉之後 大規模的這個罷免案 將要正式的上發 那我們希望吳玉森的這個案 跟林宏池的這個案 能夠相繼的正常 好啊 紫蘇 都可以給某某的蛋嗎 對 都可以啊 謝謝 好 大家可以吃囉